交通部观光局规划55亿元 投入悠有国旅振兴活动 本周五也就是7月15日起正式上路 预算用完之后就会提早结束补助 只要符合五大条件之一 或使用优惠旅客本人完整接种3G疫苗 每晚住宿就可以补助1300元 根据了解 本次振兴活动仅是用平日周日到周四入住 周五周六中秋节连续假期 国庆日连续假期则不适用 那这一次呢 我们的悠有国旅的一个补助方案 那它实施的时间是从今年的7月15到12月15 那整个补助经费如果用完的话 它就会结束 那整个适用的就是包含 就是在县市政府这边协助的一个部分 是个别旅客也就是散客的部分 那适用的一个住宿的一个旅馆是合法的登记的一个旅宿 然后你适用的是假日 周日到周四 也就是平日 那另外它排除的就是周五周六跟中秋节 还有国庆的廉价 那旅客呢 凭身份证 一个身份证可以使用一次 那每个旅客可以最高有800块钱的一个折抵的房价的折抵 这个证明也可以一样有最高一共1300这样子的一个补助 旅客在住宿前或入住当日 需要到悠有国旅个别旅客 住宿又会活动网页专区 扫描并上传身份证或健保卡任何一张正面图档 建立旅客资料档案 另外 接种三剂疫苗的证明 以卫生福利部或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认定的辨别方式为基准 那如果我们要参加这次的悠有国旅补助的民众 我们这个散客的民众 我们可以上这个台湾旅宿网 它有一个这样一个国旅的一个专区去登陆 那必须要去寻找我们合法登记的旅宿 然后呢 要上传您的身份证件 那如果您是使用施打三剂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也必须上传你施打三剂的一个相关的证明文件 那这次呢 我想也鼓励欢迎大家多多的使用 那因为整个经费如果用完的话 就会提早的一个结束 旅游处表示 每组身份证可以申请一次折底 每房每晚可以用一次补助 目前已经开放民众上传身份证申请折底 只要在住宿前上传申请即可 最高补助1300元 记者陈荣誉报导